3月27日,香港慈山寺舉行開光典禮及佛教藝術博物館啟用儀式。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是香港唯一一間以佛教藝術為展覽主題的博物館及學術研究基地。 慈山寺及博物館內藏品均由香港李嘉誠基金會捐件,以累積捐自達30億港幣。 慈山寺位於香港新界,於2015年開放至今已接待參學人士近百萬人次。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位於慈山寺內,館內收藏了各地珍貴的佛教物造物及文物。 藏品一部分來自李嘉誠個人向李嘉誠基金會的捐獻。 另一部分是基金會直接購買的佛教文物,全部放在博物館做永久存展,做展覽教研之用,並讓公眾免費參觀。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作為主理嘉賓出席。 他認為匆忙的都市生活裡,能抽出時間來到這裡游覽佛教的珍貴文化,非常難得。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除了陳列由不同時代和地域流傳下來的佛教造像、繪畫、刻經、寫經等佛教藝術的珍貴文物、規寶之外, 也將用於舉辦相應的文化活動。 我相信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將讓香港市民,以至遊客,在享受這個寧靜空間的同時,可以一覽佛教藝術之美。 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歷史三年籌建。李嘉誠稱, 醫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是成立了李嘉誠基金會,能夠為服務社會盡一份心。 同時也希望博物館能為公眾提供一個反思的探索的空間。 今天,慈祝慈山寺的開光大典及佛教藝術博物館開幕, 慈祝我們大家爭舌的人民精神成全。 我一生最重要的決定是成立基金會, 有緣能轉身之所為。 服務社會,我們各自要尋求答案。 我希望慈山寺能為反思和尋求的心提供空間。 據介紹,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的土地構置、發展規劃及建設所需資金, 以及日後管理費用,均由李嘉誠基金會捐獻。 博物館將於2019年5月1日起開放給有預約的公眾人士免費參觀。